四圣法界 是在那个地方修行 诸安凡成圣 六道里头 人间有人亡 天上有天亡 好像跟这个人间的组织 社会组织 很相似 可是在四圣法界里头 没听说这个名字 那圣文法界 谁是过往 没听说过往 圆教法界 菩萨法界 佛法界 都没有 他们住在那个地方 幸福 美满 他们常常往来 往来 往来干什么 听经文法 经常不断在一起做分享 那叫极乐世界 那叫极乐世界 那个境界里面 智慧 德项 都兴起了 无论是精神 生活 是物质 生活 都做到了 随心所欲 所以四圣法界里头 没有君臣关系 也没有父子关系 化身 我们知道 天人就化身 欲界天人 有太圣 世界以上 没有了 化身 祝福 差图 更不必说了 所以他没有 人间这些 复杂的 组织 没有 他非常单纯 你会仔细去看 凡身的 同志土业物 方便 有余土 就没有了 就是四圣法界 佛从来没有说过 那边有过往 没说过 所以往上去 关系是只有两种 私生关系 佛师老师 天天在教 菩萨们天天在接受 教会 提升自己的 灵性 境界 天天看这个 那 当然天天 学习 这个话 我们也不好 多说 为什么 多说一些 不喜欢念书的人 他就不去了 当然天天上阔 他不就不去了 所以还是佛菩萨 善求 他有方法来诱导众生 这是善意的 这不是无意的 这是利他的 没有自利 所以我们自己了解的四十真相 我们也把四十真相 转告别人 散发 散发